今天我们来聊一下枪 不不不不是这把 而是历史上最为有名的马克进机枪 要问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武器杀伤力最强 收割的亡魂最多 不是坦克不是炸弹 甚至也不是原子弹 而是枪械 先不说恐怖分子最爱的AK-47 光是二战中大量装备的自动步枪 在杀敌上面就足以击败上述那些所谓的搭杀器了 而机枪则毫无疑问成为了士兵们的梦魇 对他们而言 地狱大概就是突突突卯着火星的机枪口吧 撕开这道地狱口子的 正是100多年前诞生的马克进重机枪 它的地位无人能及 马克进机枪是世界上第一款 能够靠弹药的能量自动设计的枪械 如今几乎所有的自动步枪都得任它做鼻祖 而主事业自然就是发明它的海勒姆马克进了 作为成长在19世纪的美国人又是个发明家 他很自然的跟那个发明了电灯炮的爱迪森有一些交集 而且要不是爱迪森的原因 恐怕马克进也未必能够发明出机枪来 怎么回事呢 原来发明家马克进也发明了一种灯炮 还申请了专利 并且成立了一家电灯公司 在1880年美国市政照明招标时 可是大热门之一 眼看着就要走上人生巅峰了 结果被资本主义商人爱迪森横插一脚 动用了一切商业手段来排挤这个强劲的对手 直到逼得马克进卖掉自己这家刚成立不久的公司为止 阴差阳错下马克进决定离开美国到战乱的欧洲 另闯一片天地 兴许还能发点战争材呢 发战争材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卖枪咯 马克进要卖的这把枪可不一般 因为他想要卖的是一把全世界射速最高的枪 从19世纪开始 人们就在不断的追求各种提高射击速度的方法 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大力出奇迹的加特林机枪了 这种采用多枪管旋转激发的长相怪异的武器 需要手动摇动手柄才能够工作 每分钟的射速达到了200发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造成了不小的轰动 这个正是马克进想要挑战的对象 而他凭什么觉得自己能够挑战更高的射速呢 凭的就是一个重要的灵感 因为在他还只有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次曾经被后座力不小的猎枪撞中了肩膀 这个后座力给了马克进启发 显然枪管中的火药将子弹送出后 仍有一部分的能量被浪费了 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把它利用起来 然后制造出一种全自动的武器呢 于是来到英国后他立即和合伙人成立了公司 全力研制自动武器 仅仅两年后 马克进就造出了第一架原型机枪 这艇机枪已经可以利用火药剩余的能量 来实现激发抛壳装填一系列的动作了 而且射速极快 第一次装进去的六发子弹呢 不到半秒钟就突突突打光了 惊呆了前来参观的英国剑桥共决 想让马儿跑 怎能不让马儿多吃草呢 为了解决高射速下稳定可靠的弹药供应系统 马克进随后设计了一种可以容纳333发子弹的帆布弹裂 然后又在枪管上添加了一个水冷式的散热器 保证机枪的持续射击能力 使它能够达到每分钟600发的高射速 不得不说啊 是金子到哪都会发光 卖灯泡让你爱迪生给堵了 这回我买机枪还能不发财吗 的确马克进机枪几乎一战成名 短时间之内就成为世界各个战场上的人民收割机 尤其是一战那场旷日持久的索姆核战役中 德军采用改进版的马克进机枪MG08死守防线 直到141天战役结束时 英法联军总共才推进了10公里多一点 而且在这场战役中 德军还应用了先进的超越射击战术 第一天就造成了英军近6万人的阵亡 所谓超越射击战术呢 就是通过带仰角的射击 将子弹抛射至原本有效射程以外的区域 依靠密集的弹雨杀伤躲在掩体和战壕中的敌人 这种战术让马克进机枪的杀伤范围提升至4000米 英军首日伤亡的士兵 大多都是倒在了德军机枪阵地两公里开外的地方 最终索姆核战役造成了100多万士兵上升 堪称残绝人寰 而马克进机枪在其中起到了关键作用 历史的进展正是环环相扣 就是因为马克进机枪的出现 才迫使英国人加速动用坦克这种尚不成熟的秘密武器 可以说是改变了战争的面貌 也许没有埃迪森 没有马克进 没有英军的秘密坦克 今天的战场又会是另外一番模样呢 也许是吧 但马克进的确实现了他的人生巅峰 在揣着卖机枪赚来的前后 搞起了大型游乐设施的研究 并在英格兰建起了世界上第一座游乐场 一边是残酷的杀人机器 另一边却是温馨的欢乐工厂 这跨界谁能敌啊 难不成真是被爱迪森给逼到了人格分裂吗 好吧 我是火箭术 关注我 后面我们来讲讲爱迪森